凌薇 自己吃饭呢 萧老师 穆老师 我跟廷州走了很久 也就这家餐厅人还少点 就进来了 要不 咱们坐一桌吧 我一直想要感谢穆老师 今天就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请你们吃顿饭吧 好啊 我没问题 廷州你呢 好啊 谢谢啊 谢谢 一个牛肉汉堡 一个海鲜烘饭 谢谢啊 说我冒昧啊 明晓姐 今天看你心情话怎么大 是有什么事情影响了吗 我本来以为 自己有些运气 和一些实力 所以 就算有再多的质疑 我也一直在坚持 可昨天才知道 我居然是个关系户 那还有什么资格 一直麻烦大家 帮助我 包容我呢 我想过要退组 但是 我害怕耽误全组的进度 而且 我真的付不起违约金 这段时间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对不起 哎 坐下满麻烦 坐下 那程耀的人情你打算怎么还 你真的打算跟他复合吗 绝对不可能 虽然 我是被程耀安排才进得住 但是事已至此 我会好好拍戏 然后 把片酬一分不少地还给他 拍完后 我会退出娱乐圈 来 敏小姐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剧组选女主演的那天 导演其实是想挑 经验更丰富的女演员来着 是廷舟力排终于选来 沈总 实在是对不住啊 我知道这人是你推荐的 但是 这主演用心人 制片组压力太大了 这人是 穆老师 您说对吗 我的建议 不如 就用残鸟 我只是觉得你的气质 我和这个角色 就是论事 所以昨天晚上听到 程耀的那番话的时候啊 廷舟就让我 向东映集团的路子 打探事情原委了 程耀投资这部戏 与你被选为女主 毫无关系 布老师 我爱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努力的 你就不应该谢谢我吗 谢谢你 你 谢谢你帮我邀功 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女孩子抱着吗 你虽然是影帝 但你现在演得一点都不行 心里明明很快乐 还有中作 不要 不要 我不要的那种表情 听众 你现在真的好绿茶啊 很抱歉 我并不擅长诈异 除了徐林 跟咱俩是自小的情分 这么多年 我还从来没有见你 对哪个女生 相对明威这么伤心过 为了你好 我也得留心考察 考察她的人品不少 那我还真是要好好谢谢你 为了我的终身大事 操碎了些 说真的 你有这闲工夫 还不如好好操心一下你自己呢 我就不劳您操心了 家人有约 被你爸占了一个白天 现在是我的私人活动时间 没急事别找我啊